And for example,and he is preparing a speech,反正今天他也有了这个speech,对不对?叫做什么?叫做演讲嘛,事实上就表示发言就对了,事实上这个speech不一定表示演讲,就表示发言,我要准备一个发言稿,就可以叫I'm preparing a speech,还有一种叫prepare for the speech,那么这两个词都有什么区别? prepare speech和prepare for the speech,好,一个是为什么做准备,一个是呢?准备做什么?然后你再想想汉语当中说准备做什么和为什么而做准备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而做准备?我正在为演讲而做准备,我正在准备演讲 好,那么我们已经有同学就在那场面知道这两个词之间有一点点差异,但是想不清楚它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差异,好了,那prepare something,prepare后面 一定是指准备跟内容有关系 而prepare for something,它就不一定跟内容有关系了,可以跟其他的事情有关系 and for example,打个比方,什么叫prepare the speech 这个人正在写那个发言稿,那他就叫prepare the speech,他在准备跟内容有关系的东西,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每次我们上课之前,我会把录音机调好,然后会把话筒拍拍,这我也叫准备上课 这个时候的准备剧叫prepare or prepare for prepare for 叫做为这个马上上课做准备,是让我准备的是内容还是其他的事 好,所以如果一个人,一个人现在正在上面,然后正在这个拉那个电线,然后会说,哎,他在干嘛,他在为这个马上的这个演讲会的做准备呢 那他就叫prepare for the speech,但如果这个人正在乖乖的赶快在背,又在背演讲稿,那他就叫做prepare the speech 好,跟内容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书上面说,那个叫做,he prepared the speech carefully,and went to the wedding with Jenny,对不对? 那个人非常仔细的准备了一下他的内容,并且怎么怎么样,ok,then next one 然后第四个当中,我们这一课当中出现了一个as重句,as这个重句在哪呢? 在我们的这幅画,在那幅图的最下面 在那幅图的下面的第一个词,大家找到没有? 我们把这句话一起来看一下,啊,叫做,叫做 dreaming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a little means 稍微,可是有一点点 说这个dreaming稍微有一点点disappointed,感到失望 什么感到失望?by this,by this,因为这个而感到失望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可以记得,就be disappointed by,因为某件事而感到失望 然后就叫but he did,但是他还是做了,怎么做的? as his daughter asked,这个句子我们之所以拿到今天,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句子曾经说过,as后面这样一个句子可以放为因为,可以放为当,可以放为作为,但是as还可以放为什么?正如 而作为确如的 the 正如的时候,而作为作为正如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它后面可以加重句,而且做什么重句呢? 做方式壮语重句,做这种重句,叫方式壮语phoria 出来的话,所以我们时间让大家背过一个句子,叫做,按照你被告知的那样去做,对不对? 叫你做 怎么做 do 怎么样做呢 as you are told you are told 怎么样做 按照正如 正如什么样子做 你被告知的 还记不记得这个句子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句子就写在上面 他们属于异曲同工的一个东西 属于一路人 do as you are told 做 怎么做 as you are told 那现在他说 he did 他做 他怎么做 as his daughter are asked 就是按照他女儿要求的 对不对 按照他女儿要求的那样去做 也就是说他干嘛了 他女儿也是他做什么 he go home 好 也就是he went home and on the way home 怎么怎么样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个第五句话 第五句话当中 他出现了一个 why this was so why this was so 为什么 this was so 在这句话当中 如果你能够搞清楚 this和so 指代的都是 什么是 同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 今天的倒数 最后一行 他说 deremy asked her why this was so 实际上怎么翻 实际上就是deremy问他 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是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汉语当中 不说这件事情 是这件事情 而会说 这件事情 会这样呢 好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明白 this只代的是上文的事 对不对 so也只代是上文的事 那请问 我这句话 可不可以说成 why so was this why so was this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so was that why this was so 不能做句子 我可以代替上文的事 这句话 很明显 他代替了上文的事 好 原因最主要 就是因为 this和so 这两个词 都可以指代上文的事情 但是我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哪个词的多 用this 还是用so的多 用this的多 所以我们动不动 就会说什么 什么this 什么什么怎么样 我们说this 可以指代上文的事情 但是今天在这里面 要记好了 this这个词 可以做主语 可以做宾语 但是so只能做宾语 那你想想吧 这个里面 在这里面 一个with was 后面 他做的就是表语 对不对 而我们说this 可做主语 可做这个宾语 或者表语 但是so只能放在什么后面 只能放在动词后面 那因此今天这句话 就不能反过来说 那个中间说 我怎么没有见过 这一种表达方式 好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this 这个词 可做主语 可做宾语 可做表语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就来说so 所以我这个词最常用的 常常用在我们的动词后面 我们习惯上口语当中 常用这个词 叫做什么 i think so i hope so i guess so 我猜是如此 对不对 i guess so 或者是do so 所以我们常常用的词 所以我们常常用的词 我拒绝这么做 i refuse to do so 好 一起来跟我回忆一下 我们常见的有哪个 什么什么so 第一个有 i think so 第二个 i hope so 第三个有 i guess so 还有甚至我期待如此 还记得吗 叫i expect so i expect so 用expect 然后叫so 所以我们今天 再次确认一下 so这个词起在什么作用 做冰语 或者是坐在动词后面 我们不叫冰语 至少也就是在动词后面 好 所以这句话 我们所说的this was so 能不能反过来用 不能 and he told him that she didn't like to see so many people loving at him 你要知道 在我们最后半句话当中 体现了我们在 上几个 一二两个单元当中 看到的好几个语法 第一个有 i didn't like to see so many people loving at him 你看哦 体现了第一个 第一处语法 叫like to do 为什么用like to do 不用like doing 还记得吗 我们解释过 为什么用like to do like doing like doing 放为习惯 而like to do 只放为某一次 说他女儿不喜欢 这一次看到人家笑他 对不对 所以用like to do 第二个 see的后面 加了一个什么结构 see somebody doing 看到了一个 see somebody doing 看到了吗 叫看到某人 什么做某事 正在做某事 第三个这一次又牵涉到我们另外一个概念 叫so many people so many people 我们本身按理说要跟people相连应该是名词 应该是such 但是为什么他会用so呢 原因是因为people前面的形容词是many 我们跟数字相连的前面一定会用so 所以我们说在最后短短的这么几个词当中 我们转眼之间看到了三种语法 而且都是我们曾经说考试的时候必然会考的三种语法 第一 再来回忆一下 第一个有什么like to do like doing的区别 第二个有什么的区别 see somebody do see somebody doing 看见某人正在做和他看见某人的全过程 第三个有so many people 而不能说成such many 原因是因为有many 他就一定是什么词 so 所以我们说在这第63课当中 你就会发现63课事实上到这为止 我们说除了that is 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剩下的一般的像这种词性 我们仅建于你猜能猜出什么意思 对不对 剩下的这些词几乎句型 所有都是对以前总的复习 就是你现在还能不能记得 所以在这课当中的大家曾经说过什么 好 那因此今天我们到现在为止 对大家要求是read it again 再读一遍 然后刚才我们给你看了五句 你再读一遍之后 我们现在隔一会儿我们再告诉你 我们需要你做什么 read it again OK Could you read loudly OK so and now in the past you have found we have some structures such as to one surprise 我们大家在读的时候已经发现 我们有些短语 曾经里都见过什么to one surprise 我们也见过一些语法 比方说什么ask somebody if 叫什么句 叫做间接英语 对不对 以义父引导的什么间接英语 或者是我们曾经所说过的什么 好 那下面我们有几个东西 请大家注意 第一个 我们在第五行 就前面写着五就那个 看到没有 第五行当中 the sort of person the sort of thing 事实上 the sort of和the kind of 这些词后面 给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应该是那种人 应该是好多人 是不是 那种事应该是好多事 但是我们习惯上在英文当中 the kind of the sort of 后面加单数 它会叫thing 会叫person 它会加单数 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细节性的东西 可能大家一般都不会注意 但是 我希望你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了 好 第二个 第二个在这里面 我们出现了 he had included 第七行当中有个 he had included a large number of funny stories 他用了一个include include的名字包含 他为什么不用contain呢 因为我们说这个contain 想要容器里面包含 对不对 好 那因此我们请大家注意好了 这个当中我们不用这个contain 而用include 我们再次证明了include 跟contain的区别 与此同时 我们还希望大家 大家知道contain和include 还有一个区别 这个里面我们作为附加内容 作为补充内容 应该叫做include 就这两个词后面都会加something 装有还有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的主语 不是那种容器 比方说我会说 the book